大家好 欢迎来到谈天说地 据相关媒体最新消息 当地时间9月19日 全红产与家人一同现身湛江幼儿师范学校的食堂 这一场景被学生们无意中发现 引发了极大的关注 据了解 他此次造访是为了探望在湛江幼师就读的朋友 食堂内的学生们起初并没有意识到 对面坐着的是奥运冠军全红产 直到有人认出了他 场面才变得热闹起来 全红产的出现引发了学生们的围观 但他却显得非常淡定 在这种情况下 普通人可能会感到不安或不自在 但全红产展现出了令人钦佩的镇定与从容 他点了一杯蜜血冰城的茶饮和一碗牛肉面 安静地享受着这顿简单的餐食 没有因外界的关注而感到局促 反而一如既往地表现出他的大心脏 这种镇定正是他在比赛中屡屡获胜的关键因素之一 因为食堂没有空调或者不给力 全红产便随手拿起一张纸 折成扇子为自己扇风 这一小小的举动 无不透露出他的质朴与随和 在众多学生的注视下 他依然专注于自己的饭菜 仿佛周围的一切并没有影响到他 这样的沉着与淡然 是他在面对压力时的独特表现 也是他作为奥运冠军所展现出的非凡心态 与全红产同行的 还有他的家人 包括他的二姐全红陶 四妹全红陶 以及其他亲戚 全红产不仅是一位出色的运动员 同时也是一个充满家庭责任感的姐姐 在用餐过程中 他不忘照顾身边的小妹妹 展现出他作为姐姐的温柔与细心 全红产在享用午餐时 时而低头为妹妹整理衣物 时而给他递上餐巾纸 他的每一个动作都充满了关怀与爱意 仿佛周围的喧嚣与围观都与他无关 对于全红产来说 家人的陪伴比任何荣誉都更为重要 这也是他始终保持谦逊的原因之一 在用餐结束后 全红产抱起已经要睡着的小妹妹 准备离开学校 这一刻 更多的学生围了上来 甚至连学校的老师们 都组成了一支临时的安保队伍 以确保全红产和他的家人 能够顺利离开 尽管受到众人的关注和围观 全红产依然显得平静 毫不慌乱 全红产的此次家乡之行 不仅引发了湛江幼师的轰动 也在网络上 引起了广泛的讨论 许多网友纷纷表达了 对全红产的敬佩与喜爱 一位网友评论道 确实佩服他 很难有名人能这样不在乎 随心所欲按自己需求活着 全红产的低调与随和 得到了许多人的认可 他的生活态度 也成为了许多人心中的榜样 然而 也有网友调侃道 好了 这个学校校长要紧张了 全国人民都知道 这个学校食堂空调不给力 这种轻松的玩笑话 也反映了全红产的平易近人 他没有选择豪华的餐厅 而是和普通学生一样 在学校食堂里 享受一顿简单的午餐 这种清明的举动 让人们更加喜爱 这个年轻的奥运冠军 此外 还有人对他的心态表示钦佩 评论道 大心脏的小红姐 全红产在面对围观时 展现出的冷静与从容 仿佛他已经习惯了 成为众人的焦点 这种心理素质 不仅帮助他在赛场上 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也让他在日常生活中 依然保持着平稳的心态 一些体育专业人士评论称 全红产的故事告诉我们 真正的成功 并不仅仅是站在领奖台上 更是在生活中保持初心 保持真实 他的返乡之旅虽然短暂 却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全红产 一个在世界的舞台上 闪耀光芒 却依然能够在家乡的小食堂里 享受一碗牛肉面的平凡女孩 在未来的日子里 全红产无疑会继续书写 属于他的辉煌篇章 而他与家乡 家人之间的纽带 将永远是他心中最为珍贵的财富 这份平凡中的不凡 是全红产身上最动人的光彩 另据相关媒体最新消息 近日 国平奥运冠军王楚清 以85.4分的综合成绩 成功考取北京市鲜浓谈体校 这一消息迅速引发了球迷的广泛关注与讨论 同样入围的还有女足运动员王延文 综合成绩为84分 这一动向不仅带来了祝福 也引发了许多疑问 24岁的王楚清 刚刚在巴黎奥运会上夺得金牌 为什么现在就开始为退役后的生活铺路 是否感受到了来自年轻小将的压力 据知情人介绍 2000年出生的王楚清 年仅24岁便已经成为世界排名第一的男拼选手 在他的职业生涯中 18岁时 他就已经是中国乒乓球队士兵赛团体冠军的主力成员 显示出了非凡的潜力 今年 他首次担任奥运会的重任 并最终与孙颖莎携手获得了混双金牌 还与马龙 樊振东 一起斩获了男团冠军 然而 令人遗憾的是 王楚清在男单比赛中表现不佳 止步32强 被瑞典选手莫雷加德淘汰 尽管如此 王楚清在拼弹的地位依然稳固 他凭借过硬的实力和不俗的成绩 稳居世界前列 无论是双打还是团体赛 他都证明了自己是中国乒乓球队中不可或缺的一员 在奥运会结束后 他继续参加了WTT澳门冠军赛 在该赛事中 他在南单半决赛中西败给年仅19岁的国平队友林诗洞 这场比赛也激起了关于中国乒乓球队新老交替的热烈讨论 值得一提的是 对于运动员来说 退役后的人生规划一直是热门话题 由于运动生涯较短 许多运动员在职业生涯中期甚至早期就会开始为自己的未来做出打算 王楚清成功考编引发了广泛讨论 部分球迷认为这是他为退役后生活铺路的信号 但实际上运动员考编并不意味着职业生涯的终结 而是一种为将来提供保障的选择 许多运动员在职业生涯高峰期就选择考取编制 并继续在赛场上拼搏 体制内的工作为运动员提供了稳定的生活保障和职业发展路径 尤其是在中国 许多退役运动员进入体育系统或从政 成为各级体育局体校的管理者或教练员 因此,王楚清选择考取北京市先农谈体校编制 既是为未来铺路 也是体育事业发展中的一种常见现象 一些体育专业人士评论称 考编成功并不意味着王楚清即将退役 相反,这是他为未来提前规划的一种理性选择 在接下来的职业生涯中 他仍然有机会冲击更多的单打世界冠军与奥运金牌 而他在中国乒乓球队中的角色 也将更加重要 无论是球迷的期待 还是来自对内外的竞争压力 都会促使王楚清不断提升自己 在平台上继续书写属于自己的传奇 这里是谭天说地频道 点赞和订阅 是对我们最大的帮助与支持 谢谢大家 下期节目见